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自己家族里面已经去世的那些网魂 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采访呢 根据采访的经验来看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呢 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首先从概率上来讲 一个人死后 这100个案例 记住前世的这100个案例 那他们的阴间平均等待 大概是666千 然后就投胎了 这样的话 如果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某个人你去世之后 到房地里去找 哎 我那个太爷爷还在吗 可能就找不到了 人家已经投胎了嘛 过去几十年了 平均你看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投胎了 这是平均 又快的又慢的 快的一个小时不到 这边刚死那边就出生了 很快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没有间隔 这里面也有好几个案例 最快的不到一小时 那最慢的有42年的 那就是在阴间做鬼 也做42年才投胎 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些人有两个灵魂 比如说这个书里面的 吴小吕有两个灵魂 前世这个人死了之后 翻例出两个灵魂 一个灵魂在一个月之内投胎 另一个灵魂 过了15年在才投胎 这个等待15年的这个灵魂 一直就住在房里 看着房 所以根据当即的风俗 其实北方很多地方 也有这个风俗 就是一般的民间传说 就是一个人一般来说 有两个灵魂 死了之后 这个主灵魂就被烟柴捉走了 捉去之后 或者受审判 或者判下机遇 或者怕你直接投胎 或者怕你等待投胎 反正正而言之 抓走的是主灵魂 老大嘛 老大说了算 当然抓了 老二在 虽然也在山崎里面 说了不算 所以就不抓他 那这个傅灵魂呢 就待在帆墓里面守翻 当即人说平均守十多年 所以情况就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如果爷爷已经去世了 奶奶过了几年又去世了 这个奶奶的灵魂 在阴间见到爷爷的概率 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至少你如果说相隔十年的话 那见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平均虽然是两年 但是如果有一个傅灵魂 一般都会守翻十多年以上 所以说见到的可能性就很大 不过呢 这个人啊 不管是谁啊 难免一死 就算释迦牟尼尔这个肉身 也是要死亡的 所以说这个都是个缘分关系 缘分的缘分这个结束了 那也就离开了 因为它要产生新的缘分 缘起缘灭 缘生法 那边缘分到了 人家要去脱胎 做小孩了 你这边不死能行吗 没有死就没有生啊 所以生死 就是这个苦海之一 最大的痛苦了 这个生老病死 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活人吧 有多多珍惜 我们三边的人 三边的政生 包括你家养的狗 毛都跟你有寒大的渊源 寒大的这个缘分 可能这个毛了 狗了就是前世的一个 亲戚或者亲属 哪怕一只丸子 有了你的血 对你来说都是缘分 你看他喝了你的血 他就生了一窝小小丸子 那这个 这都是缘分啊 所以这都是考验 我们修行的人的品质 他已经喝了你的血了 就让他飞走吧 这个建立起好的缘分 来生啊 获得健身 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人家谁都不欠你的 你一生 到处都是欠人家的 所以你来生的命运 可想而知 到处都是讨债的 你的命运怎么能好起来啊 所以说这个 善有善不 恶有恶不 本自原言就是一个负债 还有这个 付出的区别 你付出的多 逐上奉行 斗出这个 博下你的安德 福德 那么你来世 当然就是越来越帅你了 这个幸运 是前世的整字 在金神法雅生开 好 那就说几个具体的案例 这个书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 见到前世相关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这个 124页 124页 这个 乌惠分的这个案例 124页 那这本书呢 在台湾各大书店 还有新加坡的一些书店都有 如果网上购买正版的 正版的是彩色的 如果你要买正版的 可以到那个 监食堂书店 它的价格呢 则库大 监是黄金的监 石是石头的石 堂是就是 就是堂嘛 监食堂 监食堂书店 监食堂搜 平昂再生来 台湾的其他的网络书店都有 监食堂书店 如果你想看英文版的 可以在亚马逊书店 这个全世界都可以买到英文版 amazon.com 搜这个 100 re-encarnation cases 有纸质版 也有这个 箭子版 这本书的 箭子版呢 它有这个 简起正版 也有凡起正版 在kobu.com 都再生来就可以了 好 这个吴惠峰这个案例呢 就谈到了这一点 他说是这样的 他前世 去脱胎的时候啊 就到了一个家庭 去期间脱胎 但是呢 当时他未来的妈妈 还是怀孕期嘛 所以呢 还需要好几个月 他能生产 所以他也没有急着入胎 就待在这个 未来的家庭家里 跟未来的家庭成员 一块吃喝 一块住 然后呢 有一天呢 他进去以后呢 就发现里面呢 除了正常的家庭成员 还有两个蛮神 这两个开门的人 不是外人啊 就是 这个家庭的 这个 相当于他 他出生之后的 这个 出生之后的太爷爷吧 曾爷爷 曾爷爷 曾奶奶 这个曾爷爷 曾奶奶 当然是个灵魂了 就是鬼 鬼能看见鬼 还能看见人 所以说这个曾爷爷 曾奶奶呢 住在家里 据他说的 就是成了唐神了 就家庭的保护神 所以说 很多鬼啊 就说这个 虽然当鬼 非常轻快撩倒 但是也不敢 随意到人家家里 去偷东西 为什么呢 有唐神看着 所谓的唐神啊 很多情况下 其实就是祖先 你的祖先没死 死了之后 不愿意偷胎 或者说对这个家 恋恋不舍 那就可能留在家里 也不住坏墓了 就留在家里当唐神 所以很多家里 都挂着这个 更着一个叫 一个牌位嘛 很多家里 在祠堂里 在家里都挂着一个牌位 叫这个 牌位上写着一行大字 一行什么大字呢 找一个牌位给大家看看 千祭国庆世卫啊 就这样 千祭国庆世卫 那这个千 当然是千上的神啦 地呢 就祭行的神 比如说土祭神啦 还有这个 牙王啦 祭行的神也很多 君呢 就是皇祭 君主 这个千呢 就是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家族 所以说这个 有些家族成员 其实呢 死了之后 就住在家里 常年住在家里 住很久 苏菲下一次找到接班人 然后呢 他就走了 就投胎了 光人退休了 之前呢 在没有人接班之前 就是建守岗位 在家里看着 防止邪灵进来 这个捣乱 当然有一些唐神 在北方登北 叫出马仙嘛 这个出马仙 有时候是狐狸精之类的 一些精灵在家里 给你守着 那这个故事呢 他说的这个情节呢 就是 这个 这不是 相当于这一辈子的 曾爷爷 他是没见过的 只是他 在后胎的时候 等待投胎期间 做鬼的时候 见过 就是 有一次他还看见 他这个 这个曾爷爷 曾奶奶 这一堆鬼啊 到房地里去 把他的这个爷爷 他这个爷爷呢 就这辈子的爷爷 他四十几岁就死了 然后你会想吃饭 你会想吃饭 所以说 那这不就证明 他的爷爷 作为一个 这个 死了之后啊 在房地里住 但是呢 可以回家吃饭 接到 自己父母的邀请 回家吃饭 那都是一圈鬼 所以这鬼啊 死了之后啊 见到鬼的可能性还大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住在能穿的话 这一圈鬼啊 一个村子的鬼啊 都在这个繁场里居住 每个人都住在 自己的帆墓里 帆墓就是家 当然在我们活人看来 帆墓不就是一堆土 加一口棺材 就湿起吗 但是在鬼看来 是一个家 它是一个房间 前面那个墓碑 也就是个大门 然后呢 房间周边呢 还有这个办公室 还有这个商店 烟间的商店 有鬼老板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 里面有大量的细节 好 这是见到前世的亲属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 所有人思念 自己已经过世的 这个情人 伴侣 或者亲属 先情可以理解 千万不要做出 这个轻生的念头 这个缘分 有的人去世呢 他是跟你的缘分进了 他不得不走 时间到了 不得不走 因为那边有出生了 他不去能行吗 是吧 人家心的元气 又产生了 不得不走 所以说 记忆是个 对你来说是个坏事 对他来说 也是个解脱 也是个先生 所以也不要太遗憾 而且这个 死去的人啊 很多很多 都在投胎 投到这个签署里面去了 就是70% 根据这100个人的统计 70%投胎 都是在自己的家族 亲属 朋友之间投胎 所以 有时候你会发现 一个爷爷突然死了 很快一个孙爷子又出生了 有时候这个孙爷子性格 还倾向那个爷爷的 不见得是遗传 长得像 性格像 不见得就是遗传 它可能是灵魂导致的 人家他爷爷建的投胎 当然长得像他爷爷 性格像他爷爷了 怎么叫遗传呢 未必是遗传 有不像的还有像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想得开 千万不要轻声 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个沉腾的教训 像我外公啊 星级三个 我外公有一个地级 因为他是四十年代嘛 那个时候啊 中国能团圆自杀的非常多 自杀率非常多 想不开就自杀 所以说这个自杀 大家要干预 全社会都要动员起来 干预 这个规劝 然后呢 帮着解决问题 一时想不开 他老婆 他妻子呢 自杀了 何也要自杀了 他年龄也就四十多岁吧 护家一看 刚刚自杀了 老婆 他就很生气 说我也要自杀 追上你 你别走远了 我要去外面 你为什么自杀 我带你也不错的 他马上自己也自杀了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沉腾 非常沉腾 这个 这就是 很多人 这个 确实缺乏干预 然后认识观 假知观 这个有还大的问题 但是另一个方面 我们一定有 学会 要有爱心 去干预 像前一段时间 我讲过一个也是 我父亲的一个表姐 本来这个欢迎非常不幸 其实非常不幸 那就离欢 又啥留不齐 但能突然的压力太大 他征选了所有的人的意见 说我欢迎太痛苦了 我不想过了 想了一欢 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支持的 说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 都两个孩子了 能不能接着过下去 我父亲也是跟打正的说法一样 没有支持人家 结果没过几千 请到了恶后 所以这个表姐自杀了 所以我父亲非常疼苦 就跟 我 跟我们家的人说 以后谁有人要 要离婚 就让他离吧 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离了 离了以后 大家如果觉得 原本没有走完的话 可以再复婚吗 所以说过不好 就可以离婚 这个谁都不要去 阻止人家离婚 是吧 你又不 要慎神处计的 为当事人着想 这个 这个自杀干预 不是说顺着 传统的思想 顺着自己的利害关系 去讲 好像 在劝和不劝离 才是道德的 劝别人离婚 是不道德的 这个事情由一番为二的看 人家非常非常痛苦 怎么就不可以离婚呢 所以这个 这个干预 干预是设神处袭的 为别人着想 而不是顺着 所谓的传统价值观 道德观 来来来 这个劝别人 这是 跟前世的问题 那这个再讲一个就是 山登的一个风俗 就是 现在传统风俗 很多都破坏了 像我父亲说 他当时 他我父亲是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 他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 就跟他的爷爷去上凡的时候 特别是在川节前 大年三十 这一天的中午 去上凡 那个时候 现在的风俗 山登的风俗 去上凡就是赠年好吃的 打过年了 给祖先赠年好吃的 可是 在古代啊 在1940年 40年代 1940年代之前 或者1950年代之前 不是这样的 是把父母 已经去世的父母 或者爷爷奶奶 是请回家里 抗图上去 吃三千好饭 一块过年 怎么请呢 我父亲就跟我说 就是 拿一个被子 小被子 然后 这个 一块到 这个自己爷爷奶奶的 房地上去 然后燃香抖构 哎 说这个 比如说如果是我爷爷抖构的话 我爷爷就说 哎 这个大 你好 这个父亲母亲 大年三十了 我来请你们 二老回家过年 祷告一会儿 然后想 据说这个 已经去世的父母的灵魂 就从凡里走出来 走到这个 你的被子上 然后你就捧着这个被子 小心翼翼的捧着 祖先啊 然后呢 就到家里 这个捧到炕图上去 然后吃饭的时候 给这个祖僧 留好位置 留好饭碗 先让祖僧吃 吃完了以后 大家再吃 吃三千好饭 吃完三千好饭之后呢 在 倒过倒过 在赠回帆墓中去 就是这个 山登的风俗 是这么来的 现在呢 这些 这个祖僧啊 在帆里啊 就是还 越来越勤快撩倒了 收纸也熟了 上排的也熟了 东西也熟了 然后呢 感情也越来越淡薄了 就是这样 情况 恶鬼斗 恶鬼斗 堕鬼啊 这个 时间短还行 时间一朝啊 确实是勤快撩倒 所以有人说 看你个鬼样嘛 就是这样的 衣服也没有钱换 头发也不洗 也不梳 棚头垢面 勤快撩倒 这个 没个人样 本身就是鬼嘛 哪有个人样 所以说 这个 正生啊 很多正生啊 苦不堪言 所以 有人就说 恶鬼斗 跟这个畜生斗 还有寄予斗 是三恶斗 三恶斗 不是说他们 心灰 不是的 是说他们的处境 非常的悲惨 所以我们这个活在人间的人啊 也是有这样啊 要这个极善成德 虽然这个修佛不是那么好修 但是呢 我们还是人生要不断的修行 能修多少 修多少 这个不是为别人修的 是为你自己修的 好 这是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意见 欢迎这个留言 然后呢 这100个案例呢 它的视频也都放在 您看的这个频道里面 每个人的台访视频 都放在这个频道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